Hello,大家好,我是C股炼,欢迎来到今天的炼仔,怎么看? 今天当然继续和大家讲河马啦,还有今天为了争取时间,我都决定这一集在家里录音争取早点出片啦 河马那里就真的超级超级太多花生吃啦,昨天本身以为户外直播,然后被人搞,河马追着去找人就已经够爆啦 猜不到他们回到家里再直播的时候,这样才是大件事啊 又骂了,然后阿伯又拿胶纸封着自己的口,又在这里哭啦,诸如此类,阿伯又说啦 不行啦,我要揽炒啦,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我要拿回点钱啦 河马又继续骂啦,河马又嫌弃阿伯啦,甚至乎就说啦,我们要离婚,所有最夸张的事应有尽有 甚至乎也有些网民就帮忙报警,今次消防和警察都上去的单位里面 去关注河马他们,河马那条片由原本万多人看,直接跳上去五万多人看,甚至乎订阅数都上到2000多 河马他是投行的,但是他在这件事上面又真的有多少收获 因为五万观看数如果开通到盈利的话,其实那个现金都有1000多2000元都未顶 所以就是说,河马不知道会不会就说啦 原来阿伯卖惨啊,原来阿伯他丢弃了尊严的时候自己赚那么多钱 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总之啦,昨日的直播大把东西去和大家慢慢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还有记得按隔离的钟仔,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首先在这里讲一点昨日夜晚的内容,因为他们两个钟头的影片,其他人的直播又两个钟头 所以未必说个个都特意进去看两个钟的嘛,所以就跟大家画一点点重点出来 在昨日夜晚,河马就继续开直播,他发晦气就说 如果自己有钱,就会送老公去老人院,当中又提及离婚一事 一说到离婚的时候,河八又很激动 河八亦继续对着镜头乱说话,河马亦继续认斥阿八就说 哎呀,你不要乱说话啦,你不要爆了些东西出来啦 好了,阿八为了表示自己不会再乱说话,拿胶纸封住自己的嘴 封住自己的嘴,虽然他出不了声,但是 好像他这些人,你猜他封住口真的为了不表达自己吗 一个控制到自己的人,一个不是说想欠威应叻的人 哪怕就是说你不封住口,你坐在那里,你不出声,甚至乎你离开镜头的话 根本就影响不了其他人 但是阿八是那种,拿胶纸封住口之后,仍然不断指手画脚 仍然希望吸引河马注意 仍然希望镜头能够捕捉到自己 就算我说不了话也好,我也想用手语去表达很多东西出来 然后又在自我可怜自己,又在发出一些绝一声 然后河马作为一个这么有心机,行走了歌舞这么久 他又怎会看不出你这些假扮可怜 自我怜悯 希望有人关心他这些小动作 因为河马也是一个专系耍心机的人 所以阿八在河马面前想着做些什么,耍小心机的勾心斗角行为 河马几十年前已经在用 所以河马见到河八就算封着嘴也好 他没有任何同情怜悯可怜 反而更加扯火 这里其实就跟当初河马仔撞到头一样 即是阿八可能因为小见这些 所以同情深泛滥就说 哎呀撞到头,哎呀好可怜 但是河马,河马对亲生子都是这样 亲生子撞到头又哭又笑,他都呼呼喝喝 更何况阿八你这个提款机 你现在在封着自己的口,你现在在指手挖脚 你不是觉得河马会安慰你吗? 不会 即是他能够对自己亲生子都是这样 更何况阿八你这个所谓结了婚的老公 所以河马见到阿八这样非常之激气 去到最后阿八就声称 哎呀不行了 我要写下一些东西了 我要绝筆了 接着又不断表示 你说你再说跟我离婚呢 那就一定要见红色才行 有网门见到阿八透露一些不高兴的念头 担心他会有意外 所以就帮他报警求助 有消息就说 警员就去到河太的屯门住所调查 但是河太就声称 没见这样的事 最后 警方就将事件列作为误会 事后也有网民 上载做一张照片 就上去社交平台 声称 在夜晚8点左右 有警员上门调查 在直播当中 河马就多次表现 憤怒 叫丈夫冷静 你接受也好 怎样都好 你这么笨的人 我怎样跟你过 其实这个笨 我都说过很多次 阿八那种 又废大 又想不认自己 废大 又时时刻刻 想 想告诉人 哎呀 其实我好聪明 其实我怎样怎样 其实这些笨人 就算这件事 是不是 可白 何马事件 也好 如果这些人 在我身边 哪怕是什么人 也好 但其实 我知道一个这么笨的人 其实我都生气的 这些不是为了反河马而反河马 事实上我是理解和明白 当你对着一个 很笨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很笨 还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 他整天真是会搞乱这件事 真是会令人很生气 接着可白就表示 声称开始就写东西 8月7号开始 哎呀就没有了 没有了 不开心了 总之这些事 就跟我老婆无关的 绝八 然后河马就问 为什么离婚 你就说要生要死 然后河白解释 我不想跟你离婚 接着他们两个就在直播当中 争辞不下 河白突然之间就发晦气 放负 说到人生没有希望 但是河马是不会安慰他 反而就是 你不要连累我 你在这里钉盖 就真的连累我 因为 那间公屋是河马 阿白还没有名字 如果 阿白在这些单位 坏了 要上死恩庭 到时河马也有时间 甚至就是说 到时 重案组会不会去调查 究竟 阿白的离婚 会不会和河马有关 所以你看到 河马是很自私的 即是他都已经就说了 你死还死 你不要 骚扰到我了 你随便找个黑粉 你自己找个地方搞定 再不是 你就去找你的子女 你总之 不要在这里搞到我了 然后 阿白又说 我找了竹筒 去跟子女 揽炒 其实这里 太多话说了 绝对可以说两集 河马 最后他们 玩大了 他们两夫妇很有趣 特别是阿白 经常以为 说起 激动 激进的 说话 就有用 结果就是 跟 他的儿子的情况 一样 就是留下把柄 被人去报警 他儿子那时候 撼到头 没有画面 只得声 最后网民报警都受理 更何况就是 阿白你现在说到明 又情绪激动 又被我们见到 有胶纸封口 不过 最令人失望的一个地方就是 警察上门调查之后 河马又帮他兜底 说 没有阿白没有 阿白没有这回事 令到阿白是逃过一劫 因为如果河马在那时 他加多一把口 就说 是啊 他很激动 我控制不了他 阿白就真的需要强制送丸 到其时 送丸之后 就一定要在青山 或者葵冲医院那里 住回一头半个月才出来 如果没有家属支持的情况之下 随时住两三个月才能够出得回来 所以 可能河马后悔都未顶 后悔就是 为什么我不跟警察说 我控制不了他 到其时就算不离婚也好 他进了去住 那我收拾东西走老都方便 所以阿白真的很幸运 他躲过了一劫 他原本是需要为自己 说这么多夸张的说话 做这么多夸张 以及激动 那么激进的行为 最起码需要 住在精神病院 去买单一段时间 还有大家想想 如果阿白如果真的被人捉了入去的话 那到底河马会不会 天天去探他 天天去买食给他 当然不会 河马直接一身轻 正啊 又不需要天天被人无手无脚 又不需要对着个笨人 现在 不离婚就胜似离婚 哈哈 很开心 所以阿白真的很幸运 初初大家都在想 究竟消防上去 阿白会不会被人强制送远 但谁知道 最后没了回事 甚至最后 他们也开了一个 最后的11分钟直播 在这里兜底 就说 我们没事 我们不激进 最坏 都是你们这些黑粉 乱有报警 找警察 骚扰我们 你们这些黑粉 最黑人真 还有 河马那些粗口 也继续很灿烂 盛放出来 河马说粗口 应该都是 港上瘾的班 他平时对着镜头 不说粗口 我想他应该是 忍得很辛苦 但直到他发现 原来瘋狂爆粗 YouTube都对自己 没影响 甚至乎 这条片上到 5万观看数 可能河马更开心 反正被人逮捕的 又不是我 将来被人送远的 别人都不是我 总之阿伯 你是瘋多一点 而且 一见到原来 阿伯反应 那么激 那么多人看 大家想想 河马将来 会怎么做 主要跟大家 说一下阿伯 其实阿伯 真的很可怜 好心他 纯情痴心狼 这些 你跟李隆基 学一下 是不是 李隆基 这些 就算玩到现在 这个地步 都是说 我们准备 结婚的 阿伯就不同 不管了 结婚先 一定要结婚先 应该要好似 学一下李隆基 慢慢来 慢慢来 等到别人再入策 再说 考虑结婚 都没迟 这么早结婚 就出事了 还有 我们常常都会说 我们难听 这样说 其实 追女 真的不需要 这么卑躬屈室 你有没有见过 李隆基 这么卑躬屈室 不会 他是 很平稳地 跟黄青霞相处 一个男人 是说 你真的要 自我价值 低到极点 时 才要去做 阿伯 这么卑躬屈室 的行为 就算 没有河马 叫 你封住自己把口 他自己也要 封住自己把口 希望透过作战自己 能博得河马一点的同情 这真是没用 男人做得越多这些 只会被女人越看不起 分手离婚 出轨戴绿母的机会 是急增的 无论是可白这些年龄 还是我这些年龄 心挖苦 我不知道有没有20头的观众 听着我 总之做男人 千万不要做得 像可白 虽然我们男人 我们有段时间 很幼稚 我们以前未成熟的时候 为了所谓的真爱 我们不介意做兵做舔狗 我们打很多小文章 不断去伤害自己 希望就惹得到女神的同情 当然每个人有年少无知的时候 我都可能曾经有 不说那么多 但总之 成熟了 去到25之后 有些舔狗 有些没有尊严的行为 千万不要做 你看看可白 你看看河马 他们的相处就知道 当然有些人会说 河马这个女人这么特别 他当然是这样 其实真的不是 如果你任何一个男人 我不理你 除非你真是 超有钱 如果你不是 超有钱的那种状态 你真的把自己的地位 摆到这么低 你就真的会变得可白 没有女人 是会 喜欢一个 软弱的男人 男人不是说不可以软弱 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 你的软弱 不能够是基于博取女神的同情 男人的眼泪不值钱 男人的眼泪只能够换来此笑 所以 好心阿伯醒一下 虽然阿伯绝对是一个好差好错的人 但是 见到他现在 桑家之犬 毫无尊严可言 亦是再次印证了这一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 阿伯还说 我又拿竹筒呢 去找五个子女冷炒 其实昨日那场 下午的户外直播 都已经爆了底出来 你想想 河马在街上被人搞 河马都懂得 五米短跑 尝试去追人 追不追到一回事 起码河马他真的愿意 转转转转转跑 但是 即使去到这个情况 你老婆被人骚扰 阿伯仍然是选择慢慢走 大家看得出 阿伯那么爱河马 其实如果他跑得动的话 他真的会跑 因为你正常一个男人 我不管你什么年龄 你见到自己老婆被人欺负 你一定是挺身而出 你一定 无论你打不打人一回事 你都要冲上去 去捉住人家 报警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 阿伯是完全跑不动的 如果你说给他年轻二十年 当然他未必会选河马 但是他有二十年前的身体 他一定会急步上去 截停那男人 对不对 但是他连这件事都做不到 河马在跑的时候 他只能够默默地 继续走 证明了阿伯的身体 真的不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更好意思 就说 我要找那五个子女 我就当给你去埋伏那五个子女 别人都避得了 他说了这些说话 那五个子女如果真是去报警 就说 我爸爸刑事恐吓自己 其实真的 监也有得阿伯坐 所以 阿伯那么蠢 真是被人嫌弃 又蠢又喜欢惹和 又不喜欢认错 然后 明明无能为力 就特别喜欢 夸大自己 其实跟他所说的 一晚五次 这个都是一样 明明根本 你常人都知道 没有这一样 但是 偏偏都是要说 我说好威 我说好劲 总之 真是见到都眼冤 还有阿伯去到现在 仍然都是觉得 我能够控制 我能够控制我的子女 不要这么天真 现在 几百万对眼睛 看着河马 我的子女完全不害怕 这么多人帮我看着我老爸 我老爸一有什么事 大家懂得报警 还有 每个人看着河马 就算他在香港也好 在大湾区也好 他也走不掉 万一河马有什么 照顾得我老爸不好 大把粉丝 帮手报警 还有 河马就不要打算离婚 因为阿伯说明是不同意的 如果不同意的离婚 起码就要等两年 还有阿伯这种卑微的人 如果河马真的说和他离婚 阿伯又没工作 阿伯最多时间 他真的天天在你家门口守住 在怨你 就说 来啦 不要离婚 跟我一起 因为阿伯连拿膠纸 封口 这些都做得出 他还有什么做不出 甚至说 你说我离开公屋 阿伯随时在他公屋门口 那里铺帮席 然后睡觉 还可以 虽然河马一定会报警 赶走他 但是 总之阿伯就肯定可怜 我之前也说了一件事 其实阿伯那么容易 激动的话 你说阿伯将来 会不会 襲击河马 有这个可能 甚至乎 好像现在 又没有直播 会不会是阿伯已经 襲击了河马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 因为大家要知道 凡亲一些很软弱的人 没错 他们就自我价值很低 会做很多很愚蠢的事 但是 当你真是把他逼到去 长角 他真是没弯着 没路走的时候 真是抹面 真是断关系 真是抹不回 这些人就会 不计代价 包括法律上的代价 去进行还击 但是 阿伯他能够 伤害不了黑粉 也 找不到他那五个 他能够最直接 伤害到的 就只有河马 所以 表面上 大家就会觉得 河马赢了 河马对于阿伯 都不抽不彩 甚至乎还说 你要死死远点 不要错过来 这样 但是 现在就叫做河马强势 但是 他再试下再强势一点 河马他自己 都会有危险 还有都是那句 河马现在是四十几 正常来说 他应该还有四十几年命 但是阿伯 其实可能 他剩下的数字 都是说 个位数的年份 所以阿伯也不怕坐 最好就是说 进去 有承教人员帮手 换片 进去 又不用上网 又不用怕被人笑 政府 包自己三餐一宿 又不需要 三季九扣 跟子女 又不知怎样 反正他都没钱 其实他进去住 和出去住 其实都是差不多 你就想想 老人家一定适应到 早上七点起床 你说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 是拿你命三千 但是 对于老人家来说 他随时五六点 就已经起床 所以 阿伯真的没得输 河马他还这么得戏 你就继续逼一下 继续逼一下 阿伯 而且我都理解 为什么河马会这么生气 因为他们在昨天 直播在吵架的时候 阿伯说错话 这个是固定的 是不是 好像之前那个 入去警署 还是入警署 那样 那 河马就 骂阿伯 你不要再乱说话的时候 阿伯又是那些 什么呀 我都没错 是那把黑粉在撩我 最错都是你 你不去认那些黑粉 你不开直播 黑粉不说话 我不回应 那我就不会错 你就不会骂我 所以最错就是 你为什么开直播 你为什么要买黑粉 但是 站在河马角度 他怎么想 喂大哥 你已经付不到钱 我现在开直播 是叫做 我尝试找份工去养自己 然后 你经常在乱说话 你阻止我上班 我骂你 你不认错 你反而怪我 就是因为我开直播 我上班 所以我坐 你想想 不要说是河马 你正常一个人 你真的正在上班 然后 你给 我不知道你谁 我给你老公打过来 说些无聊事 怪责你 因为你上班 搞到我买不到 游戏 最坏都是你上班 为了这些无无畏惠的东西 还要喷到自己一面屁的时候 你不会试他 打他也有可能 所以在这里 你是看到 阿伯这个人 去到现在 还未懂得分轻重 所以 阿伯最容易成为 河马的 打破口 要攻陷河马 阿伯可以是一个关键 好像 河马 他说的 他做的东西 虽然我们觉得 很多有可能 违法的东西 但是始终 暂时都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能够咬得硬 我们能够报警 但是 大家想起 基本上 每次能够报警 都是坏在河伯那里 河伯就在爆料 和大家说 砍了头 哎呀 陰功诸 但其实河马 是没说过的 直到真的有人上门 搞完件事之后 他才去交代 原本是说 我们不知道 河马仔是砍了头 我们最多是叫做 在镜头以外 听到有人 又叫又跳又笑 就是这样 这里 阿伯已经给了个藉口 黑粉 建议积步 然后 去到昨日夜晚 当然又继续去 卖破棧 又被人建议积步 所以阿伯 他是真是 蠢得可爱 阿伯是 不断为我们 帝都子 当然 不断製造新话题 让我们有位置 没有阿伯的精彩表演 又怎么会 这么过瘾 是不是 其实阿伯那种蠢 他是说 由格局开始蠢 然后又做人 有很多小事 他也是蠢的 通常人 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 大局选择 会做错 选择 但是有时候 在小事上面 会很精明 当然 有些人就是说 人生重大决定 永远做得对 但是 平时做人 傻傻傻 没什么人 是说 那么聪明 小事做到完美 大事永远选择 没那么聪明 但阿伯是那些 大事全部选错了 连小事 平时做人 说一两句话 全部都可以 中了雷点 好罕有 这些人 阿伯人生重大选择 选择河马 都不选择子女 是不是 然后平时做人处事 什么说得 什么不说得 不识 还以为 自己只要 像个小朋友 大吵大闹 只要我演绎得夸张 我把自己演绎得越无尊严 就代表李河马无尊严 所以李河马为了挽回你的面子 你一定要 我 你一定要哄我 你一定要让我饿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个香港社会 很现实 你过了十岁 你过了八岁 但凡你大吵大闹 等待你的只会是 更加严重的惩罚力 就好像说 小朋友 不想做功课 发脾气 在哭 这样 然后死都说不做功课 以为哭完 就真的不用做功课 傻了 拿条藤条打 打完之后 你再跟我 熬夜都要做 功课 不要想着哭 我发脾气 就可以不用做 不会 你是要被人罚完 一大轮之后 还要消耗更加多的时间 原本你有时间做功课打机 没了 你做完之后 立刻要睡 明天还要上学 是不是 不信 没办法 因为你玩 因为你以为你发脾气 你以为做什么 什么 就可以 没事 所以 做人就是这样 总之 他们就 相当过瘾了 好想继续看下 究竟他们 今天会不会再开直播 还有 河马都已经很真诚的 将他内心需求 说了出来 就是说 我就好想 离婚 期待一下 究竟 会不会 今晚 外出直播 就说 我们离婚 我们签名 如果真的离婚 阿伯住哪里 会不会有 社储社工 去介入 然后把阿伯送 去老人院 因为阿伯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 特急 拿纳税人的钱 然后又送他 去老人院 其实河马 当然就想 把阿伯这个麻烦 送走 因为阿伯 他现在 已经把所有钱 就是很多东西 给了河马 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未来 下次直播的时候 阿伯的金佬 会不会不见了 会不会是将自己 最后的金钱 已经给了河马 去作为 你不要生 我昨天做错了 我以后不会 那么激动的 一个赔偿的代价 好了 今集短短的 赶着来这里 下集我们继续再说 今集主要讲了阿伯 下集继续 去讲一下河马 两边分析 好 来到这里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